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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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們大家平安 很高興跟大家在這樣美好的禮拜天下午一起碰面 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很久沒看到的老朋友還有新朋友 好不好我們就再次彼此歡迎一下我們左邊右邊看一下好嗎 彼此微笑一下 好也歡迎在線上我們一起參加敬拜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那大家看到牧師的臉上有一點不太一樣對不對 因為這禮拜我禮拜一去做一個小手術 然後我就戲稱我自己這邊刀疤老腕 沒有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他就是打個麻醉然後在上面刮一刮 10分鐘就完成了 就是我以為會就是上次我看到Mia那個唱這個刀疤 我想哇我的臉上會有個刀疤 可是好像醫生那個可能判斷一下可能就表面刮一下 對所以很感謝神也謝謝弟兄姊妹的關心還有禱告 我覺得真的人的生命常常充滿感恩和喜樂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聖經要我們常常喜樂 有的時候會不會很難 會 謝謝 我看到有人會 會 其實真的我們在生命當中大小事情有時候 讓我們沒有辦法喜樂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 最近我可以越來越多的喜樂面對一些不順的事情 怎麼說呢 待會我們在今天的聚會完之後呢 我會邀請一些青少年來到這邊 然後分享一下他們在營會的所得 然後也很高興家長們都很鼓勵每一個孩子們 對那我覺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但是我們也不要有壓力 我們就讓他們可以自由的分享 對所以我覺得在 在我跟孩子最近的經歷當中 有的時候會出現一些小小的波浪 但是呢我覺得在這些波浪當中 上帝給我一個很大的盼望 就是我上次有分享 就是在我一些情緒不穩的時候 特別是上帝要做工錢 有的時候我們會面對一些困難和挑戰 因為我們知道除了上帝以外 還有一位是抵擋上帝的是誰呢 撒旦是魔鬼 今天我們也會讀到有一段經節 有沒有魔鬼存在呢 有的 他不想要我們經歷上帝的心意 所以呢我發現有時候上帝要做工之前 或者做工之後 我們要特別小心 魔鬼在我們當中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我發現當我的孩子 宣盛回來 欸宣盛你今天怎麼在這邊 好沒關係 對都可以聽 就是當我發現宣盛回來 我好想要跟他分享 我好想要聽他講話 但是呢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天情緒就特別的 不穩還有低落 我就覺得欸宣盛你在跟我講話 怎麼又在看媽媽啊 我就有點吃醋和嫉妒你知道嗎 怎麼都看媽媽不看我呢 是我在跟你講話 所以我就開始講了一些血氣的話 我說啊你要看我啊 你要怎麼樣你要怎麼樣 聽起來都很對 對不對 但是表情是怎麼樣 錯的 聽起來都很對 但是表情是錯的 所以呢我發現啊 我就覺得說不太對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沒有原因 但是我裡面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提醒我 欸這要小心喔 這有沒有可能是屬靈的征戰 我心裡面有這個小小聲音 所以我後來隔天禮拜天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在服事當中我覺得 最困難就是我在神的面前 跟他有清潔的關係 還有跟人的面前 有清潔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在服事前 我覺得我需要跟宣盛和好 跟他道歉 所以我就跟他就是有點和好 也道歉 那在禮拜天的晚上呢 我覺得我們就有一個很美的對話 然後先生跟我分享 他在今天的一些 在營會當中的一些感動和感想 然後我覺得在那個時刻 我就很強烈的感受到 就是神就在我們當中 然後他的情緒激動 我跟師母的情緒也很激動 然後甚至在那個時候 因為宣愛那時候去柏林讀書 然後我們也趕快打電話 就是在那樣子的時刻 我們感覺到 上帝很強烈的在我們當中 與我們同在 所以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也許我的生命沒有辦法 在這個周末完全的改變 也許宣盛的生命 或者是師母 或者宣愛宣義 或者宣利的生命 沒有辦法那個周末完全的改變 但是上帝在這個過程中 給我們一些記號 提醒我們 祂的手一直都在 所以我覺得經過這一次之後呢 我覺得 呀是的 常常的喜樂 凡事謝恩 就算遇到了一些看起來 不順利的事情 但是我們都知道 上帝的手一直都在 甚至祂做的比我們還要好太多 所以弟兄姊妹們 當你遇到了一些困難 不高興的事情 不要太快的生氣 或者是抱怨 或者是講負面的話 你知道如果你已經將你的生命交給上帝了 祂的手一直都在你的生命裡面 祂不會離開你 聖經裡面講到我們這位好牧人 祂不會離開 祂是按著名字叫羊出來 而且祂聽著羊的聲音 羊也聽他的聲音 如果有狼要來 祂把他趕走 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關係就是這樣 是很個人的 所以我覺得經過上個週末之後 我覺得我突然我的心好像 變再更大一點的 好像這個屬靈的肌肉又再更斷裂了一點 我就覺得說真的 在我們生命當中 大小事情快樂的不順的 我們都可以感恩 因為上帝的手從來沒有離開 Amen 我們給上帝一個最大的掌勢好不好 Hallelujah 所以這也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主題 就是你知道嗎 上帝非常看重你與他之間的關係 很常時候我們說我們愛神對不對 我們要來敬拜神 我們要來一起認識他 因為他是活著的神 他不是死的神 他是真實的在我們生命當中 在現在在你困難的時候 在你快樂的時候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說我們要來到神的面前 但是你知道嗎 上帝非常看重你與他之間的關係 如果你手邊有聖經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一段一段先來看 我想要請大家幫我念一下四章的一節到六節好嗎 四章的一節到六節 如果你有聖經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沒關係 就是聽大家念就可以了 四章的一到六節 那我來念單數節 請大家幫我念雙數節 你們中間的征戰鬥毆是從哪裡來的呢 不是從你們白體中戰鬥的私欲來的嗎 你們球也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望球 要浪費在你們的厭樂中 你們想經上所說的是圖蘭的嗎 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臨世 戀愛至於嫉妒嗎 阿們 在這邊講到說雅各所面對的他的群眾 可能那時候的會眾 他們面對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弟兄們 姐妹們互相怎麼樣 互相吵架對不對 互相的這樣 他講鬥毆征戰 哇這個描述的很激烈喔 從哪裡來的呢 保羅 雅各這邊講 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從你們裡面 白體當中戰鬥的那個私欲來的 我們之前前面有講過那個私欲會被罪勾著對不對 然後會慢慢長大 然後變成罪 然後罪會生出死來 其實往往我們一開始都是小小的意念 為什麼他好像做得比我好 為什麼好像他好像讀書 這樣子沒什麼讀好像就成績比較好 我看他好像也沒做什麼 怎麼在教會裡面 可以好 大家都很愛他 尊敬他 有時候我們在這當中會比較爭鬥 會互相的說誰怎麼樣 也許一開始 也許當然我們都不是完美 但是那個一開始那個動機意念都是怎樣 私欲跟別人比較 我想要怎麼樣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 所以從那個私欲來的時候 我們就想要得 我想要得到他那樣子的位置 我想要得到他那個樣子的經歷 可是呢 在發現在當中也沒有得 沒有辦法得到 他這邊講到說你們好像貪戀 你們想要他這樣的位置 你想要他的這樣經歷 但是得不到 是出自於我們的貪戀 我們想要跟別人一樣 比他還要好 然後又鬥毆征戰也不能得 然後在經文這邊講到說 你們沒有得是因為你們沒有禱告 沒有求 我覺得這邊提醒我們 我們之前有一系列講到禱告對不對 有的時候我們沒有得到 是因為我們沒有求 但是如果我們求了也得不到 有一種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像這邊講的 有可能是忘求 什麼是忘求呢 就是帶著錯誤的動機 比如說上帝 我很討厭這個人 我希望他消失 對 離開 我離開這個城市 或者離開這個學校 或者離開這個教會 我希望不要有 有的時候我們會求這樣的事情 我們心裡面會有這樣的意念出來 但是 禮拜講到言語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小心 我們想要一件事情 我們要學習跟上帝祷告 以神為敵嗎 這也是我今天的標題 副標題 你會看到說 上帝用這樣子的字 哇 好像很新山 好像只有在那樣子的網路新聞上面 好像才會看到 哇 講到說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啊 哇 聖經怎麼會有這些字出現啊 但是你會看到說 原來 上帝是很看重我們跟他的關係的 是嗎 如果你今天有結婚的 你會希望得另外一半 晚上出去跟別人約會 然後你回來很高興 喔 沒關係 你出去好玩嗎 會這樣嗎 不會嘛 對不對 如果你們真心相愛 你們是在一起的 如果他晚上出去跟別人約會 你回來的時候 有人說喔 好棒喔 希望你玩得愉快 不可能嘛 你知道嗎 上帝很看重我們的關係 甚至呢 他用這樣子的譬如說 當我們去敬拜別的偶像 我們就好像是淫亂的人 我們沒有把上帝擺在上帝的位置 所以他說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啊 岂不知以世俗為有 這邊世俗原文是cosmos 是世界 我們就一問說 那我是怎樣 不能跟世界做朋友 那我身旁有一些朋友 還沒有信的 我就不要跟他們接觸了嗎 是不是來教會之後 我就不要再跟我以前的朋友來往 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要跟旁邊的人 而是要小心 是 我覺得聖經 中文聖經翻譯的蠻好的 他這邊翻譯什麼呢 是俗對不對 什麼是世俗呢 很俗氣的 什麼是世俗呢 這跟世人有沒有不太一樣 有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我們就來教會 成為基督徒 我就跟別人切斷關係 不是的 我們應該是怎樣 我們要跟世界的潮流 要小心 保持距離 甚至要去分辨 你知道我們吃東西 我們都會分辨對不對 你吃那個東西 你看到說 喔這個是什麼 非基因改造的 喔必有的好不好 好 可是有點貴對不對 那如果你都不配合這個裡面的成分內容 喔你就吃了什麼東西 在你的裡面你也不知道 那可能對你生命是很有害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 不要與世俗為有 當我接受世上一切的潮流 一切的文化進來的時候 哇我跟你講 你的裡面就像一個大懶缸一樣 哇充滿各樣的東西 而那些東西就在你的裡面 開始影響你 喔那你要小心了 你會開始混淆 你會開始 不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最近我跟我的孩子講說 好像網路很發達 所以好像世界的東西 就全部哇打開門 推送到你的心裡面 但是我們要分辨 我們不可能不用網路對不對 不可能嘛這樣的世界 我們可能去坐車都要用網路 我們上學要用網路 工作要用網路 但是我們要學習分辨 我們不要與世俗為有 什麼是為有呢 就是怎樣 這個好的朋友 你的給我 我的給你 我們在一起 我們做什麼都在一起 要小心 我們不要與世俗為有 但是我們能不能夠 跟世人成為好朋友 可以的 我們應該要跟世人成為好朋友 我們要成為美好的見證 我們要跟他們的生命 有些來往交通 我覺得這是很好 但是要小心世俗 所以呢 好這邊 小心 不要與世界為有 所以那個的世界 不是指世人喔 是指怎樣 是世俗 在約翰藝書二章十五節 我們可以念一下 在投影片上面的經文 好嗎 請 不好意思 再來一次 我剛才不小心看到 請 不要愛世界 人若愛世界 愛我們的心 就是在它裡面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聖經的話 都互相的印證回應 所以 要小心 不要愛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 就不在它的裡面了 所以 要小心 我們要愛世人 但不要愛世界 不要愛世俗 好 所以其實 在我們生命當中 如果你身旁有 有基督主的話 你問他的生命 你一定會發現 哇他的生命 是一帆風順的嗎 不是對不對 你會面對到很多的 挑戰困難 當別人說 欸做生意 這個殺一點狂 又不會怎麼樣 或者是你考試 做一下畢也不會怎樣 對不對 你不做就可惜了對不對 明明這麼好的學法 坐在你的旁邊 你還不給他看一下 如果他真的還願意 你還不看 哇太可惜了 你真的是 就浪費你那麼好的位置 哎呀 你心裡面這樣 開始 真讚對不對 你說哇 你看你的 做生意的廣告 寫這樣子 用這個 一切的污垢 都可以除掉 原來的油漆也可以除掉 啊 寫下去之後 搞不好你就 這個銷售量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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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可能也會這樣 你會發現好難喔 上禮拜我們講什麼呢 還記得嗎 拿一個身體的部位 舌頭 大家不能吐 只有我可以吐 舌頭 重要重要 在世界上說你有什麼不滿 你就大發決詞 你就講了不吐不快 你講了人家才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對不對 你講了才知道說 我這邊地方很不高興 當然我們可以表達 但是你所帶出來的是什麼呢 聖經告訴我們要造舊人祝福人 我們這樣講有真正解決事情嗎 所以你會發現當你不講的時候 你就很不舒服 你不講的時候好像一個 好像那個馬的覺環 勒住你很不舒服 覺得說明明是我有道理 我為什麼不講呢 但是你會發現當你不講的時候 上帝就開始改變你的生命了 當你不講的時候 上帝就開始改變你的環境 你就會發現說 啊 感謝神 幸好我有順福 不然我這句話講出去 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在這邊我們看到 上帝在我們生命的信仰旅程 其實是不斷地逆流而上 而不是好像隨波逐流 世界告訴我們就怎麼樣 你會發現 可能當時候很爽快 但是你的生命沒有改變 你會發現你的環境沒有改變 甚至變得更糟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魔鬼會利用你心中的那個私欲 它會破壞你跟人和人的關係 疏遠人和神的關係 彼此講鬥毆爭戰 要得也得不到 貪戀也得不到 所以魔鬼會利用我們心中那個私欲 破壞人和人的關係 疏遠人和神的關係 但是當我們願意順福神 當我們知道我們願意將他 擺在我們生命當中所謂 你就會發現你的生命開始改變 有些話你不講 有些廣告你不打 有些事你不做 但是你越不做 越不說 越不講 上帝就替你講 上帝就替你做 上帝就替你說 而上帝替你說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那樣的結果是最棒的 是比我帶著血氣私欲講 還要更好的 真的你可以學習操練一下 如果在你的夫妻關係當中 有遇到了一些矛盾衝突 如果你跟你的父母 跟你的孩子之間有一些矛盾衝突 如果你跟你的老闆 跟你的員工有些矛盾衝突 你試試看 有的時候 嗯 勒住一下 有些時候 嗯 我知道這是上帝不學 我無不做 你會發現 隔一段時間之後 哇 上帝出手了 比我們自己出手 還要好太多太多 這樣一位美好的神 他可慕在我們心中是 擁有最高的位置 因為他為了我們一切的罪 什麼是罪就是私欲 什麼是私欲 就是比較啊 生氣啊 說謊話這些等等 他為了這些都為我們定在十字架上面 他在我們還在做罪的那時候 他就為我們死了 這樣子的一位神呢 聖經說他是怎樣呢 祭邪的神 哎呦 什麼是祭邪 我們來看一下 出YH記三十四章十四節 好 我們一起念 請 好 謝謝 在這邊我們剛才講夫妻的關係 好像讓我們去思想一下 我們跟神的關係對不對 因為人的關係最親密的 應該就是怎樣 夫妻的關係了 同樣的我們跟神的關係 是比這個還要更親密的 所以當我們去拜別的偶像 上帝是怎樣呢 喔 上帝不喜悦 他想要我神 真的成為我生命當中的第一位 所以呢 上帝說 不可敬拜別神 因為耶和華是祭邪的神 所以他說他的名字是怎樣 祭邪者 然後在這邊 真言十六章四節 這邊講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 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他們所交電的血我不獻上 我的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上帝可慕跟我們有親密的關係 但是 但是 在我們身邊上只需要有一位神 有的時候 欸 那個我也沒有去 爹的廟裡拜拜啊 那 我也沒有去敬拜別的神啊 我只是 常常看一些我喜歡看的東西 或者是我喜歡做一些我喜歡做的東西 就這樣啊 但是要小心喔 其實 那個也有可能是我們的偶像 因為當他的位子 跟神一樣 甚至超過了神 那個就是 有可能以別神這樣 代替耶和華的 所以我們看到上帝 可慕跟我們有親密的關係 他看重跟我們的關係 他是祭邪的神 他是聖結 他希望我們生命當中 只有一位神就夠了 在當中呢 我們再繼續往下面好不好 從我們剛念到第六節 我們再從第七節 我們念到第十二節 好 我來念單數節 請大家幫我念雙數節 好 故此你們要順服神 誤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你們要愁苦悲哭泣 你們要愁苦悲哭 將喜笑變作悲哀 歡樂變作愁悶 第十節 誤要 弟兄們 你們不可彼此批評 人若批評弟兄 論斷弟兄 就是批評律法 論斷律法 你若論斷律法 就不是遵循律法 乃是判斷人的 好的 我們讀到這邊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段經節 真的 你們要親近上帝 上帝尤其親近你們 我很喜歡這段經節 每當我跌倒 軟弱的時候 我就特別去想這段經節 我就特別去思想這段經節 因為當我們覺得說 我們人跟人的關係疏遠 或是有衝突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反應是這樣 我們不敢跟他再講話對不對 我們會跟他保持距離 然後看看時間可不可以 一致一切 但是你會發現 時間可以一致一切嗎 有的時候不行耶 有時候反而 我就幾乎永遠都不跟他接觸了 有的時候我們做一些 不討上帝喜悦的事情 我們也會有點 不知道上帝還會不會愛我 我做這些事情 上帝還會不會接納我 但是我每次去想到這段經節 我就覺得說 好像在我們心中有一個按鈕 如果你發現你跟上帝遠離了 當你願意按下那個按鈕 他總是會帶你到神的懷抱裡面 你們要親近上帝 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你們要順服神 不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你們 很多時候 魔鬼利用我們的私欲 讓我們帶離神 我們覺得說 還要去教會 還要敬拜 還要讀聖經嗎 我是基督徒 我可以做這個嗎 我已經做了這件事怎麼辦 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罪惡感 謊言在我的裡面 讓我好像不太敢再去親近上帝 但是呢 在這邊雅各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 說什麼 你們親近上帝 上帝就必親近你們 有罪的人啊 要截盡你們的手 心懷惡意的 要清潔你們的心 每當我們覺得 遠離上帝的時候 我們總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這樣 上帝 對不起 我錯了 請你原諒我 我想要再次跟你 有親密的關係 單單的這樣一個禱告就夠了 上帝非常喜悅你做這樣的禱告 回到他的面前 我相信我們在當中有一些做父母親的 孩子哪有不犯錯的 是嗎 如果孩子犯錯 他都離家出走了 你會不會很高興 你不會很高興嘛 對不對 你希望他怎樣 回來回家對不對 剛剛洞杰一開始分享 講到這個浪子嘛對不對 我們都希望回家 孩子哪有不犯錯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希望他再次的 回到父母的身上 而不是說 他離開了 離家出走 同樣的 上帝是愛我們的天父 當我們有一些事情 我們軟弱犯錯跌倒 我們就來到神的面前 好 這邊講到說 要清潔我們的心嘛 當我們認罪悔改 就是在清潔我們的心 就是上帝的保血 耶穌的保血就要洗進我們的心 然後清潔我們的手 好 我不再做了 當我知道這件事情 或者是這個東西 會常常引誘我 那我就怎樣呢 就丟掉它 就不做了 所以呢 回改我相信 出自於我們的心 也要有一個行動 如果你覺得香菸 或者是酒 很適合你的一個捆綁 或是一個軟弱的地方 常常去 看到那個就不吃 就想要吃 看到那個就想要喝 看到那個就想要喝 看到那個想要抽 然後說 那我就怎樣 不買了 以後逛到那一區 我就不逛了 我不是說 不能喝酒啊 但是我覺得 當我們發現酒 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一個影 的時候 我們就怎樣 要遠離它 我就不要逛那一區了 如果我發現 我每次去Pay for 我就會想要去 一定要去買 買一個東西 我沒有那個東西 我就活不下去 那我就不要逛 或者我就不要買 同樣的 當我們跟上帝 悔改認罪的時候 我們也要怎樣 清潔我們的心 也要怎樣 要怎麼樣 潔淨你們的手 就不要空了 甚至把它刪掉 如果電腦有一個程式 會讓你常常 心得罪神 或是讓你的心 沒辦法安定 就怎樣 就把它丟到垃圾桶裡面 不要了 欸 講是很容易 有時候不容易做到 但是呢 我相信 當我們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時候 你可以 很容易做到的 親近神 上帝就必親近你 你會發現 當上帝親近你 跟你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我要跟你說 你會發現 哇 你的生命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你會發現你的環境 有很大的改變和翻轉 所以呢 每當我感到 離開神 或是有些事情 我得罪神 這段經文 總是帶我回到神的面前 因為上帝 祂的話就是不改變 祂說我們親近神 當我們願意悔改認罪 來到神的面前 祂就必親近我們 所以 每段關係 其實都需要花時間去經營的 那我 這邊我講了很多次 就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 一個滿受用的觀 就是上帝擺第一 然後如果你有結婚的話 就是夫妻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你的父母親 再來是你的家人 再來是你的工作娛樂 好請注意喔 這個優先順序不是說 最後面的我就都不用做了 走啊 牧師分享真好 那我就工作 我就不做了 或是 歐歐牧師分享娛樂 放在最後那我就不要娛樂 不是這個意思喔 娛樂還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認識我的話 我還是很看重 我每個禮拜一次 跟一些弟兄一起踢球 我覺得這個 對我的生命有幫助 然後可以讓我接觸人 所以我的意思說 不是說 這個就不重要 就不要做了 而是說 當我們跟上面的一個優先順序 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想想看 我們是不是要有些調整 所以對我來說 上帝擺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夫妻的關係 所以 如果你有結婚的 看重你跟你配偶的關係 接下來是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親 你的孩子 但是也要小心喔 如果我們把孩子擺得比我們配偶還更重要 我都每天花時間跟我的孩子聊天 可是都沒有跟我的配偶講一句話 那這樣也會有這樣問題出現的 所以要小心喔 好 工作 再來是工作 我不是說工作不重要 我剛才也講過 但是如果每天工作每天工作 都沒有跟我的家人聊天 交流 沒有跟我的配偶聊聊天 沒有跟我的上帝花時間 你就會發現 也許你好像看起來做了很多 但是你會發現 果效很少 我們都希望那個 事半功倍 每次講就要想想 想一下 不然就講錯了 我們要事半功倍 而不是事倍功半 想想看 那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你每天花一點時間 安靜讀經 安靜禱告 其實真的不會花你太多時間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覺得說 啊 這個往後推一下 我現在更緊急的事情要處理 你就會發現 你忙很多 但是呢沒有果效 沒有智慧 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每個禮拜準備講到 是我一個還蠻重要的工作 但是呢 我如果每天早上沒有靈修 那時候我就開始 很一直 很急急隱隱的想要把我的獎章 趕快完成 趕快完成 我跟各位分享 其實那個果效都不是很好 就是你會發現你的思緒 都覺得很遲鈍 好像都沒有辦法連貫 但是呢 我如果在那天早上 我安靜一下 我就甚至做一個很簡單 你祷告說 上帝 我將這個講到 也是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給我力量 給我信息 你會發現說 在準備的時候 好像就真的是 是半功倍 真的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你假設那週的事情很多很忙 還是做一個禱告 還是把大小事交在上帝手中 說上帝求你來試我智慧 我今天有筆聲音要談 求你給我力量 所以想一下 你是不是每一天 有一段安靜的時候 等候神 安靜是指個人跟神之間 沒有人打擾 但是就是有一段 哪怕是十分鐘也可以 就是有一段安靜的時間 你讀完聖經 或者是唱一首歌 然後安靜在那邊 將你的心裡面的煩惱重擔 交在上帝手中 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 順服神 好 這邊講到 順服神 誤要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離開 你們逃跑了 我遇見問題的時候 我會先禱告嗎 我會想一下 耶穌希望我要做什麼嗎 聖經裡面講了什麼 你是不是願意 每天能夠花一點點時間 安靜 親近神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 先不要太快的回應 想一下 禱告一下 想想看耶穌希望你做什麼 不是人希望你做什麼 或者是世界要你做什麼 或者甚至你自己要你自己做什麼 想想看耶穌希望我做什麼 聖經中說了什麼 最後 謙卑地將明天交在他的手中 這後面有一段我們 我們再繼續把它讀一下好嗎 我們從 我們從 十三節 到第十七節 我們再唸一下好 一樣我唸 單數節 哎 你們有話說 今天明天 我們要往某城裡去 在那裡住一年 做買賣得利 你們 你們只當說 主若願意 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人 人 人若知道行善 卻不去行 這就是他的罪了 好 在這邊上面還有一段 上面還有一段 剛剛講到說我們不要批評 不要論斷 這個 上一講我們就講過了 那其實我發現 當我們 要批評別人 論斷別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怎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要做的比較好一點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做的是對的 所以我就想他這樣不對 他這樣不好 但是呢要小心 對 若有論斷是只有一位 是我們的神 是最公正的審判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最後 雅各在第四章這邊講到說 要怎樣呢 把明天交在神的手中 剛剛我們讀經說 我們要去做買賣 在那裡住一年 可能那時候的交通不比現在 我們可能現在在德國 你可以這樣 一天內就怎樣 去法蘭回來一趟對不對 一天內我們去西邊 比如說柯隆來回 這可以做到 在那個時候 沒辦法做到 那個時候 你可能要走路 或者是坐車 坐那牛車 你沒辦法這樣 一天很遠的往返 所以可能要住一年 或住一段時間 買賣做生意 但是呢 這邊雅各提醒我們今天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說明天如何 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我覺得這提醒我們一件事 就是我們對我們的生命 對我們的神 要有一個敬畏 特別是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相信大家都會感受到 生命是不容易的 我們會遇見大小的困難 環境是不容易的 你會面對到大小的困難 明天會怎麼樣 有的時候你也不知道 但是人就會常常會怎樣呢 我們會覺得應該會這樣 明天就是會這樣 我們會常常自大自滿說 沒事我們已經都計畫好了 就是事情會按照我想的去發展 但是我們知道不是這樣的 所以雅各提醒我們 我們應當謙卑的把明天交在神的手中 讓他來帶領 讓他來掌管我們的明天 我覺得這一個很重要 求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不是不能計畫 其實我們要計畫的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尤其最近我們有開始做一些 中秋節外展或者是徒步營 但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 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先來禱告 禱告是一切事工的基礎 甚至是第一步 我們不是不要計畫 在聖經裡面其實就好像說 你可以謀啊 你可以做計畫 我們來讀真言十六章三節好嗎 請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華 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所以 不是聖經反對我們做計畫 不是聖經反對我們做年度計畫 做什麼計畫表 不是的 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要學習一件事情 謙卑的把你的計畫 交在上帝的手中 如果它要改變 我們也隨時預備好 那當你這樣交在上帝手中 所謀的就必成立 所以我們求神來幫助我們 將你所計畫的 你謙卑的禱告 交在上帝手中 他掌管明天 那今天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忠心的去做 上帝已經托付你的事情 然後學習 將聖靈給你的感動 化為行動 也許聖靈有給你感動說 我今天可以關心這個人 我就給他一通電話 傳一封訊息 也許上帝感動你要 要為這件事情 開始做計畫 開始預備了 那你就開始做 所以呢 為今天 忠心的去做 上帝托付你的事情 將聖靈的感動化為行動 那最後我們要 今天的分享要做一個結束 那我覺得 在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都會面對到大小的困難 我們也有可能會遠離神 我們也有可能會做一些 你知道不討上帝喜悅的事情 但是沒有關係 你隨時要按下 我願意聖服 親近神的按鈕 然後願意洗淨我的手 清潔我的心 相信耶穌的保血 潔淨你 你就會發現 當你隨時按下這個 在你心中 順服神 親近神的按鈕 他將帶領你 回到天父的懷抱 上帝總是為我們 預備一條回家的道路 即便你覺得你離上帝的關係 很遠了 甚至你不知道 上帝還有沒有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生命旁邊 你真的可能不知道 上帝現在還有沒有與你同行 如果你有這種感覺 我想要邀請你 你就做一個禱告 神啊我要來親近你 神啊如果我有任何 不討你喜悅的事情 我要離開他 也求你的保血 解禁我 因為上帝的話說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 上帝為我們預備一條回家的道路 只要我們願意 隨時可以 好吧我們請敬拜團 可以上來預備 我們先一起做一個禱告好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跟上帝最近的關係是怎麼樣 或許 有一些世界的事情讓你 轉移你的焦點 但是上帝總是預備一條 讓我們回家的道路 讓我們可以來到神的面子親近他 如果你有感覺到 最近你跟神的關係有點遠 甚至你不知道 他是不是還在你的生命當中 他的手是不是還在你的生命當中 我想邀請你做一個禱告 他說 他說 神啊 你說 人若親近你 你就必親近我 我願意洗淨我的心 靠著你的保鞋 我願意遠離你不說喜悦的事情 因為你是那樣愛我的時候 你接納我一切的軟弱 你讓我的生命有了新的盼望 賜給我永生當作禮物 這樣子那樣愛我的神 有的時候 主我得罪你 有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我還有沒有臉回到你的面前 但是 你今天的花語 安慰我 你說 我們親近你 依舊必親近我們 你永遠預備一條回家的道路 給你的孩子 所以阿爸父 我再一次的來到你面前 向你求 勞恕我的過犯 赦免我的私欲 我想要花時間來親近 我想要花時間來愛 將你放在我身邊的所有 所以 幫我們一起 回到身邊安靜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安靜然後 當修華在 在我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跟著唱 但是你可以去聽 你可以跟上帝做一個 求神一過情景 在我唱這首詩歌 我唱這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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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歌曲替愷 你唱這首詩歌 我是 You的曲 我很想 用英文來唱 Draw me close to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re all my love Hell me now you are me